《玩具TV》 好,《玩具TV》回來了 一來就一時間無多 你見到桌面那麼多 就是變得很快變了 所以這次特地請家來幫忙 變這個《電源香港》 這是什麼系列? 這次輪到斯璧頓三部曲的第三部曲 《國王》,《Kingdom》 劇情應該會說到第三季就來到地球 不知為何會見到《abish wall》的東西出現 跟機器人一起 這個真的要看故事才知道 雜交出來的 我想問《Kingdom》是一套一次過 出了那麼多? 這個《Wave 1》是一套過 所以是厲害的 這台有兩盒 手頭水兩盒 然後有《Vcast》有兩盒 然後《Deluxe》有四盒 然後還有三隻 就是新的核心系列 加強了把這些小小的玩具 變得更厲害 價錢當然會貴多一點 其實我也有過 之前大家對MP的 麥卡頓和奧迪姆有些怨念的時候 能夠入手到這樣的價錢 那隻便宜很多 因為那隻MP真的是千多人 千到尾 然而這個質素真的一點都不低 是很厲害的 而Bishmo的好玩之處 就是你玩過《Kingdom》 你發現它是把一些軟的膠 和硬的膠 合在一起去做一些恐龍的皮膚 那個玩法是挺有趣的 好,那我們事不宜遲 先介紹機械這邊 機械人的有一堆 當然有之前都推出過的 這塊的屁股 內容其實差不多 跟之前的版本 如果之前未入手的話 這個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因為之前說過 我們暫時就不理會了 那看回還有一些比較出色的 例如旋風 你玩過上手旋風的變形 就真的非常之正道 整個機頭都是變出來的 這個是有心思的 就是這個 比較有趣的是 我上個星期又介紹了 這個Studio的系列 其實這個都是Studio 應該會出現的 但就在Kingdom 就出來了 那就變成了混亂一起玩 就有戰棋 這個Hum Ching 有朋友說 這個Hum Ching 就是讚嘆 是不是很讚嘆 很讚嘆 它的變形是非常之精彩的 對於變感覺的戰棋 來講 它就未試過這麼好玩 而外形也非常美觀 看一下 還有這個核心版本的Operman 在小小的尺寸裡面 可以做到類似 類似Deluxe的變形 其實都挺精彩的 好 看完再舉這邊的朋友 就看看這裡 這裡就是恐龍的朋友 有阿嘉利最喜歡的 馬卡頓 馬卡頓 很棒 真的很棒 因為我童年第一套變形金剛 就是看Beat Swar 對 我看Beat Swar 所以當初我不知道變形金剛 我原來可以變車 我那時候一直看 哇 變機械人 不是 恐龍變機 很厲害 很臭 而且我不是很喜歡第二部 第一部很棒 它是真的全部變動物 但第二部是好位機械 所以我不是很OK 但這次很漂亮 它變像這條龍的可動性 非常精彩 尤其是你看嘴裡的細節 是前所未有的 你沒想到它原來出到這麼厲害的級數 而頸這些可動是做足給你的 尾部都可以擺動 沒有想過它變成龍 也會這麼好玩 還有 我很好奇 現在在外國 究竟買這個牌子寶 是甚麼叫玩具 對大人多些才買 其實是大人和小朋友一起玩 基本上它的目標是小朋友 但是老餅的情懷 都是會買的 因為這些其實 好像阿嘉那樣 小看過大過 又可以買回來 其實它完全超越了小朋友的階段 即是你大人玩都會覺得它很精彩的玩具 很厲害 即是它的外形和可動是兼顧的 那奧迪姆就有這個版本 這個版本比起MP來說 它就輕巧一點 而 但應有的東西它都有齊 不過這把劍就不能藏在背後 掛了出來 而它的賣點 我覺得它是強調它人緣的形態 但是它變成人緣的時候 在頭污前這個 可動也做得很好 而且這隻是刁毛 我記得MP是刁毛 是刁毛的 對MP是刁毛的 它的質感比那個更加好 而且不知道它怎麼出帽 這個很厲害 這個東西 對 就有老鼠胃卓 非常還原老鼠的外觀 這個是都贊限的 在這麼小的尺寸裡面 可以做到這麼精巧的變形 其實裡面的關節有齊 所以一會兒加進這個 所以一會兒加進這個 就很開心 對 同樣核心也有另外一隻龍 這次它有一些類似化石的變形 是之前沒有的 可以單獨變形 或者變成一些武器的武裝 這次武器武裝 就是以化石的形式去表達 還有這隻歷節 是刁毛 之前MP都玩過 這個就當是輕巧一點 但其實炮的外觀是非常精彩的 很完整 很完整 可動性 或者頭 炮的口都可以打開 而且我記得銅帽是否有隻白虎 是很接近的 白虎 如果MP來說是新帽 我就不知道在國王裡面 如果白虎是否用這個 還是有一個比較大的新帽 另外還有一隻黑白虎 黑白虎 類似這樣 對 這是蜘蛛 Darky 好可怕 待會再變一變 現在就變一變機 價錢是多少錢 價錢 價錢其實都是這台 就大約$499 Delux就接近$300 Delux就$8幾元 接近$199 我想問一下狂戰士 哪有件貨買的 剛才不是那個什麼套 有沒有問問七仔老闆 那間叫什麼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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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寸花十元 對 對 那些人也很讚嘆這隻狂 很棒 我也覺得是 他真的很自然 對 那些狂的姿勢 擺頭 很漂亮 對 其實 對上星期 大家讚嘆的就是火棒 這次我們讚嘆的 就是這隻霸王龍 真的非常棒 下一色有滴龍寶 滴龍寶也會有 你喜歡滴龍寶嗎 滴龍寶可以 其實因為之前 他推出MP全部都太貴了 是啊 我們這些窮人 沒有資格玩他的玩具 所以 所以我就很努力地等 既然他《Kingdom》推出了 我就一定會買 因為真的很貴 大家可以 Wicky可以 瞄瞄瞄這個位置 Wicky 你看到旋風的機頭 拆都是非常瘋 拆光 拆光 這樣變形出來 就是可以 摺絲摺著所有 的東西 是摺在胸部上 這是很誇張的 你可以看到這樣摺著 然後再斷反動得出來 是厲害到不快 它其實沒了 但我想問 現在是否沒有分パカラ 還是鞋子補 可靠的 現在已經統一了 基本上你買日版的都是這些包裝貼一張日文貼紙 無論賞色或者是武具都不太大分別 當然日版PAKA有時會出一些他自己專屬的限定 由於數量有點多大家要等一等我們的變形 我每次玩老鼠我都覺得很開心 他有人機形態 有兩邊 還可以繼續 我想問德哥可以在嗎 人形的姿態可以麻煩德哥和聲音導航 你有沒有麥克風 基本上我的聲音都可以進到麥克風 你本身這一堆東西變圓形 其實每一次都有特別 在開展示範時說 整個系列 真的在鞋子寶來說 無論價錢和就著外形 無論是野獸形態 載具形態 或者機械人形態 他亦都可以拿回平衡 我不知道很坦白說 是否比第三廠打得太厲害 真是可以明顯地見到他近這兩年 我只是說這兩年 那個進步是大得很誇張 很誇張 亦都類似 都不是類似 我想真是國內第三廠商 給到幾大壓力這個鞋子寶 變成他們真是痛還是思痛 有一些進步可以讓大家看到 一定是 我想不只是說鞋子寶 或者我只是針對鞋子寶也可以 譬如說其他 例如六寸、七寸半 那些Black Label系列 特別是Star War 它是比SHF更加優勝 無論是價錢、外形 特別是頭雕 當然你說著色是否可以 是差的 但其他方面都可以 但著色不可以 有些 但普遍來說 X-Men那些 那一類型的東西 QC其實 仍是挺差 Bandai這個 暫時還未輸 除此之外 真的沒有什麼特別 很輸得出來 那件產品的性價比 是高得很教官 始終它那個 Target的市場 或者年齡層都不同 和價錢都不同 最慘的是 你打個比喻 譬如說聲戰Black Label 你的年齡層 你怎樣界定 你殺光了 所有 就是老中青三代 但你Bandai做不做到 價錢就只針對成年人 就是雲坑加 那你就糟糕了 不過還是那句 我又講返形金剛 他最近推出這一堆系列 真是令到本身追捧 畢形金剛 特別是支持正版的朋友 是一個古墓 這個有點竅妙 你的奧迪姆真是爽爆 他還有一個雙炮 收了一個炮 他還原本來看卡通片的設定 當然 他最重要的是 做回當年的卡通設定 因為你很難 你再進步一點 又變成第二樣價錢 第二樣級數的東西 但現在玩這一堆 特別是我們上次介紹的Hot Rock 根本是劃時代的 完全是可以 用距離和MP比 都不會輸 多少錢 神經病 可以看看奧迪姆 奧迪姆 奧迪姆除了有肩炮 手炮也有機關做出來 基本上當年玩具 除了流星 其實要有的東西都會給你 跟MP比呢 MP 不同價錢 又跟MP比 很忙 很慘 你用這個價位跟MP比 是 你當MP是甚麼 但你笑著說 為甚麼這句話 可以評價一下戰擊 你問我 我自己對於這個角色 我真是一般 但是 我玩他 反而會著重在這個 在具 坦克形態 因為他的機械人形態 其實 縱使很高還原度 我真是覺得一般 非戰之罪 大家都喜歡他的朋友 其實看到他能夠 看下去 除了 腳兩邊 偷膠位 嚴重些之外 我就看不到 我後面都不是有甚麼破綻 整件事就開心了 但是 那些 很多 那些紋 完全 那些紋 當然 你又 不可以要求到 夠漂亮 所以你很動 但是 都是那句 但給了整個坦克車的造型 對 所以就是說 我自己 能遠把它放回坦克車的形態 就很理想 好 不用說 整件事 顏色又好 紋理又美 造型又跟足 變形真是精彩 他變形機頭的三層摺摺 而且他修得漂亮 看背部 大哥 他這次的series 這隻真的有 排多高位置 真的 沒話說 唯一偷膠位 就是這裏 就是當眼 其實這次真是很少偷 其實這次真是很少偷 這個你硬要畫 就是偷 停 搞定 又輸少一點 沒錯 那就贏了 輸少就已經贏了 嘩 嘩 你不是那麽黑仔 是吧 這個重點 就是見到折達的變形 就見到 造型 以動物為優先 我覺得 人類是差一點 尤其是肩膀位 比較空虛一點 這隻我自己就覺得一般 因為本身 它的變形 是存在破綻的 變成你這些位置 看上去就不太順眼 但也有一句 你給多少錢 但我覺得 如果小朋友會很喜歡 其實大朋友都會很喜歡 因為動物形態很神似 如果小朋友玩 他會覺得 動物又可以變成機器 而且這裏又做了易關節 那變成你 剛才阿迪說了 他最主要始終是 著重在這個野獸形態 沒錯 好 我覺得有這個 其實可以省錢 沒有買MP 因為現在MP很貴 還有MP有個 有MP 你為何要跟MP比較 有個比例 MP是會爆大腿關節 是嗎 有的 MP會減價 你現在上網 你會看到有些師兄 放MP的 麥卡頓就是 我爆關節就1100元 不爆可能1600-1700元 是很高的 價錢 但是 亦都這麼說 他跟MP有個很大分別 就是什麼 他的設計 當然是新一些 但是 你會看到 配色是比較兒童向 一些很繽紛的顏色 很像那隻 卡通 不是那隻 那隻恐龍 什麼BROWNIE BROWNIE 對 那些 但是MP 整隻會比較現實 然後 他整個都有 有些紋在上面 當然 都是兩個層次 但是 你說 原價是大概五個水 左右 能夠買到這些質素 的變形 我自己 我會喜歡恐龍型 太多 過人型 因為 他人型的時候 反而 他的活動 比較製爪 但是恐龍 那個 那個活動 是好很多 他真的整個 Beast War 是著重了 野獸型 太多 的確 沒錯 我不是說 他現在這個人型態 不行 但是 他那個精彩的地方 一定是放在恐龍型態上 達出很多 顏色也是 沒錯 其實就如同變車一樣 變了那輛車一定是相似的 其實現在的變形金剛 特別是 這一年 這兩年的 載具形態也好 也好 機械形態也好 都拿捏得很好的 已經 好了 另外再看看 這兩個化石恐龍 都變成了 這兩個化石恐龍 外形 真的有些奇葩 對 這樣都被他想到 我真的覺得厲害 但是這個 這個面罩 其實可以打開 看到頭部 這個就是還原 當年 Beast War 1 那個 廢案設定 曾經 以前是有兩個面孔 這一個 都做到相同的感覺 給你玩 嘩 正 很漂亮 好 OK 原本的頭部 是很噴的 可以打開 打開 打開的樣子 都是很噴的 但是 你應該很奇葩 其實我覺得這邊 是比較漂亮的 其實我覺得這邊 做前面也很棒 其實這些東西 其實你哪一邊說 是前面也可以的 有幻想力 其實哪一邊都可以的 我覺得這邊比較漂亮 因為這邊有一個 大恐龍頭 轉來這邊的恐龍頭 有沒有吸上去 對 這個可以 半修形態 半修形態 變成一個頭龜 原來我們在玩超手機神 這樣玩也可以 變成這些 是官居的自由 高達的自由 即是變成大俠狂 可以 正 另外還有這個 米尼仔 是介紹重點 好 重點 每一盒都是 有一張 閃卡 可以讓你抽 但是阿滴 很神奇的 你看到我們黑寡庫 是幾陰中海 我們能抽到六張黑寡庫 鏡頭前的朋友 其實如果大家有玩開這個 這個系列的話 你真是可憐一下阿滴 和他進行交換 不是啊 但阿滴他那邊 捐抽了一張 麥波奔文 最棒的兩張他有 但是你沒有理由 你六張黑寡庫 如果大家沒有黑寡庫 而又願意和阿滴去交換 我們不會賣的 最重要的 其實一套是幾張 一張 一隻有一張 不知道一套幾張 一套 不知道有多少款 還要介紹一下 它其實是閃中閃 到底它揭開什麼呢 會變成蜘蛛型 即是動物模式 會在後面出現 其實每一張都是閃中閃 每一張都是閃中閃 但是它比較容易刮花 小心不要用膠紙 貼到面子 變形 這樣就會很容易刮花 我想一下 有師兄留言說 它有八張黑寡庫 這是什麼 哇 我拍成這張很棒 看不到 死鬼阿柏文 太空 真的棒 人家說會起泡泡 真的捨不得撕 真的捨不得撕 大佬 是不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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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沒有 撕完回去貼在鏡頭 可以看著 小時候很高 我再重新一次 大家有操開這個系列 而未有黑寡庫 麻煩你高興的話 可以和阿迪交換 有六張 直接PM回阿迪 都很難抽中 既然這麼愛黑寡庫 這麼周熱 真的變了新的黑寡庫 觀眾說你厲害 六條衣服 你看到這個黑寡庫 我覺得歷代來講 是最還原的形態 是非常之精彩的 它很少產品 很少產品 但是今次這個 我覺得是正的 是沒錯 這個形狀沒有什麼破綻 你看不到它變成黑寡庫 它是小腿硬要偷膠的 真的 螺絲位 沒有了 阿嘉 是否老鼠說了沒有 老鼠說了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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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鼠說了 老鼠說了 那沒有辦法 其中 其中全都是這樣 它真的完全是 背著一塊老鼠 我想說其實 它的變形系統 基本上每一隻都很類同 沒錯 但是它可以在這個尺寸 還原它比較小 真的像一隻 真老鼠的感覺 真的很精緻 沒有話說了 真的很精緻 但是挺有趣的 就是手關切 它開在背部 對 所以動的時候 只能這樣動 還有這樣動 但是是黏著背部 這是比較有趣的 還有這個是用來嚇人 如果你在辦公室 放在女同事旁邊 其實也會嚇到客人 噴一下它 這麼小隻老鼠 沒有老鼠仔 對的 受惠於變形的結構 你看到它 要有的關節也有齊 給你的 其實這隻腳可以做 雙關節 這麼小隻可以給你的 即是救命 拳頭都沒有轉 但它這麼大隻 沒有雙關節 是 也要受惠於變形結構 好 一口氣介紹了整個 Kingdom的系列 四個大男人在玩變形金 感覺很治愈 如果想買 去各大的 玩具法國公司 瓣豆城 EON 那些 或者在全港最受歡迎玩具店 或者是現時臉 那些什麼什麼站 都有的 就有的 沒有什麼頭 是的 還有 大家如果喜歡黑寡婦的閃卡 不妨聯絡我 我可以有六張去和大家交換 加換 記得是加換 可能人家喜歡到要你兩張換它一張 可能你也太 好 介紹一下 拜拜 還有沒有下集 還有 還有